世界上的原生文明 主要是三个 一个就是中美洲 一个就是东方文明 一个就是西方文明 三大原生文明 关于西方的文明 它的起源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 和非常有趣的事情 实际上西方文明 不管是它后面有了 两河流域文明 埃及文明等等 但是文明之火 它是由孙姆尔人点燃的 那么这个孙姆尔人 根据这个西行文字的记载 相关的研究 在剑桥古代史等书当中都有 苏姆尔人是来自于东方的黑头人 也就是黑头发的人 我们看见它们的一些雕塑 也是头上有黑色的沥青 是这个形象 那么语言学家呢 认为苏姆尔语和当地西亚的那个古老的雅黑语 或者后来的印欧语都没有关系 而是跟东方的这个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关于苏姆尔人这样一个西方无名的火种 它是不是有可能来自于东方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我觉得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实际上在距今11700年之后进入全新市 那么新石器时代也就形成了 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亚欧大陆大致分成三个大的文化圈 东方文化圈 它是以中国的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核心的 西方文化圈呢 它是以两河流域为核心的 北方文化圈呢 就是在两个东西文化圈之北 那么这三个大文化圈呢 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文化交流 那么东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呢 大约开始于距今6000年左右 或者是5000多年 我认为可以把它分成 这个同时病人时代 青铜时代和早期铁锡时代 这样三个大的阶段 那么这三个阶段的交流呢 实际上有的时候 它是这个西方对东方的影响更大一些 有的时候呢 是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更大一些 有的时候是东风亚岛西风 有的时候西风亚岛东风 它总体上呈现一个互动的交流的趋势 那么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 它促进了这个东西方文明的发展 给东西方文明呢 都注入了这个新鲜的血液 中文明的发展 中文明的发展